今天的主题是 泰湾配绑定攻略来啰 5,000 dollars coming 5,000块来了 怎么绑才能够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嗨,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好 我相信这两个礼拜 大家一定被这个 振兴五倍券的资讯 给轰炸的体无完肤了 没关系我们这一次 就是要跟大家仔细的讲解 这个振兴五倍券 跟宝可梦选定的支付方式 大家都可以就是参考一下 什么是振兴五倍券 它可以领券的方式有哪些呢 它领券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纸本 也是大家最常使用的这个版本 那另外一个叫做数位券 数位券有三种模式 一个是信用卡 一个是电子票证 一个是行动致富 今年比较不一样是 政府可能有考量到 有一些行动不方便的老人 或者是小朋友还没有手机的 那我们就直接用数位券 爸爸妈妈一起领 就会比较方便去使用 所以这一次的家户绑定 我觉得蛮好玩的 如果你想要最大化自己利益 我会建议你使用家户绑定 因为多绑一个人 就是多给一百 所以一家五口 主绑人跟四个被绑的人 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绑进来 就最多五个人就是多五百块钱 这个我是觉得可以拿 你们就可以参考一下这样子 然后数位券还有一个不错的优势 就是它有一个八大部会的加码抽礼券 其中有一个叫做好时券 是由经济部推出来的 大概就是你去指定餐厅消费 就是免费送你 就是这个折底 这个好时券只限定数位绑定的 前四百万名来做领取 所以如果你是指本的话 你一定拿不到 根据我的观察 就是9月22号这一天开榜 好像才一百万人绑定而已 那接下来的14天 到底有没有人 把它完全绑定完毕 这都不得而知 不过第一天倒是蛮踊跃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 如果你还没有 或者还在考虑的话 可以看一下最新的 网络上的讯息 或者是新闻的报道 你就会知道说 数位绢到底 已经绑定多少人了 那你都还有机会 可以再绑定 这个要可以多多把握 那讲完了 正行五倍券的介绍之后 要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注意事项 毕竟你如果没有注意 这个细节的部分 你很可能就会被魔鬼吃掉了 因为魔鬼藏在细节里面 第一个就是本次呢 他限定一个人 只能够选择一次 比如说你选择数位的部分 你选择了信用卡 绑定之后呢 不能够再解除绑定 这是不能够做反悔的动作 所以请你们一定要 三思而后行 想好之后呢 下好离手 那像信用卡的部分的话呢 通常都是有限定 比如说几千人 前三千人 享有一千块加码 这是联邦银行的 那么如果你选择了这个 不好意思 你就拿不到回馈了 因为他在22号上线的当天 就直接就outdoor就结束了 就马上被抢灯完毕 所以这个你就不要选择 这一次啊 泰湾配他的优惠啊 其实非常的有吸引力 因为目前啊 尚有部分的银行加码 还没有发完 所以呢 大家呢 可以依据 这个官网上面的公告 然后来做登录的选择 那除此之外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现在还有的好康 第一个就是 有一些部会加码的抽奖 你要记得哦 之前我们稍早前面有讲到 就是那个好石券 前四百万份的好石券 只限这个数位榜地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两个特别的 这个部会加码券 可以是参加抽奖的部分 第一个是爱元券 第二个是地方创生券 好 这些都是 我们政府希望能够 去活络 这个所谓的地方经济 或者是某些特殊的部落 比如说爱元券 就是以原住民的 这个店家为主 那地方创生券的话 应该都是以这种新兴的团体 然后呢 比较 应该算是创新的 这一种业者 来做支持他们啦 好 所以这两个的话呢 是只有限定台湾配 才能够进行抽奖的部分 那也有个好消息 要跟大家讲 就是爱元配 其实目前登记的人比较少 好 所以你如果在 这个加码券登记的部分呢 好 选择爱元券 其实你的中奖几率 是比较高的哦 这次啊 除了这个部会加码的部分之外 其实台湾配也有一些 还不错的回馈哦 比如说千万抽奖礼 他这个千万抽奖礼呢 他最高来到了 101万 哇 这是怎么样 好 这其他的银行 或者是其他业者 可能都没有办法 给到这么多 那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一次的千万抽奖礼 其实也蛮丰厚的 第一个就是有个 天天抽的部分 就是从9月24号 到10月12号 其实他是会每日进行抽奖的 好 那 最高多少 最高有1万块钱 好 其次是2000 然后再来1000 再来是500 那当然500的名次最多 来到了700多名 每天都会抽出七八百个人 好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 如果你确定要使用台湾配的 请你就是尽早登陆 因为你越早登陆的话呢 就有越多的抽奖机会 那么抽中的部分呢 就是你的了 一中就多 中500块 其实也蛮多的 那还有一个叫做 奥运礼 这个奥运礼的话呢 会在10月12号来进行抽奖 我们这一次有很多的这个国手 就是出国争光都很有蛮多 很亮眼的表现 包括这个 我们这个李志凯 他有一个安马银牌 李志凯 他有一个亲签的运动包 还记得完美落地卡 就是华南银行的这个 完美落地卡 其实也是李志凯有相关的 所以也是很不错的 那第二个是桌球 混双的铜牌的 郑怡静跟小林同学 林云如 他有一个亲签的桌球组 也是有送30名 都送蛮多的 那还有举重铜牌的 陈文慧 有一个签名的运动毛巾 有200份耶 那宇球 南双金牌 王麒麟跟李扬的 印刷签名 也有20份 所以如果你是爱用国货 而且是支持国手的 那么这个参加抽奖的活动 当然也是势在必幸 刚刚讲完了第一重之后 接下来是第二重 这个第二重的 振兴百万现金加码抽 这怎么玩呢 很简单 你只要绑定台湾配之后 只要进行消费满5000元 就可以领走政府给你的5000元的回馈 除此之外 就有符合参加投奖100万的抽奖资格 那第一名最高是给100万 然后第二个是给10万块 依序是5万5000 还有1000块钱 那总共的名次有100多名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尽早解任务 因为你越早完成任务 就可以进行抽奖 别忘了 就是之前有讲过这个家户绑定 如果我是一个主绑人 还有四个附属的人 这样我就有5次的抽奖机会 所以这个是你只要完成台湾配的 这个5倍振兴券任务之后 就一定享有的这个抽奖次数 除了上面讲到的这种 5万块10万块100万的大奖之外 还有一个所谓的小小奖 叫做168欢乐抽 你只要使用台湾配 单笔消费满168元 就可以享有一次的抽奖机会 那是抽什么呢 抽500块跟800块 其实抽不少 那么他的单笔不累计 但是你就是消费越多 比你的抽奖机会越多 最高送多少 送1750名 所以其实不少 所以这一次我看一下 他这一次总共送出去的抽奖奖金 大概也有超过千万 真的是蛮多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 既然都已经绑定了 那么就是一起来解任务 说不定好康5001000都把你带回去 这样的话呢 就是combo再combo 好康再好康 台湾配到底要怎么做消费 我觉得这是大家都很想知道的 事实上 这个写文章看都已经有点看不懂了 那用讲的真的大家会听得懂吗 一般而言的话 这种行动支付啊 大概就是绑定信用卡 骚码就有了 但是台湾配它比较特别 就是说它有比较多种不同的支付模式 第一个就是信用卡的这种NFC感应是有的 好比如说台湾配如果你用的是Android系统 那么你绑上信用卡之后呢 就好像我们感应支付一样 好到那个刷卡机前面就是逼一下就过的 这一种感应支付的话也是有的 好不过呢 它只限于Android手机 因为像iOS系统的手机 它是没有开放这种NFC的这种感应支付 好所以iOS系统的朋友你们就就死了 这条心就没有这个东西 若是要使用感应支付的话 只限定使用这个台湾行动支付APP 那么其他网银的台湾配呢 是没有办法使用的哦 这个要特别注意 另外一种的话呢 就是QR Code扫码 它分为扫码跟被扫 扫码意思就是你拿出你的手机 然后去扫店家的QR Code 另外一个就是你出示你的QR Code 给店家扫码 好那这种扫码的话呢 在我们这一次的台湾配银 五倍券的模式都是符合的 不论你是扫别人或者是被扫 QR Code的部分都是符合 我们解任务的这个规则 是很简单的 但是呢 这个扫码跟被扫部分 有分金融卡跟信用卡 我个人推估应该是因为 手续费率的关系 因为信用卡还是会被银行抽一手 所以呢 它的这个成交的费率会比较高一点 金融卡的手续费 有一些银行是有的 有一些银行没有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请大家要在各银行官网公告为主哦 那你可能会想说 不对啊 那我应该用信用卡吧 因为信用卡刚刚讲的不是 像华南银行的爱网购生活卡 或者是这个赢家生活卡 都有额外的几%几%加码 那不是应该要这样子吗 那金融卡又没有回馈 对不对 从账户扣就直接扣掉了 不对哦 其实今年啊 这个台湾配他有针对这种金融卡扫码支付的部分 有给额外的2%加码 那各家银行其实都有不同的玩法 比如说华南给的是Npoint 那Npoint其实换上回来也是2%的现金回馈 那像彰化银行 他给的是财宝币 也是一样 他都是可以折抵你的账上的消费 这种方式其实就是说 台湾配主办了一个这种大型的2%回馈活动 然后各家公股银行各自去变换成属于自己的活动 这样子 用这种方式 其实你用金融卡来做支付 其实也可以拿到刷卡回馈 那这种刷卡回馈 其实2%也是优于我们国内一般刷卡回馈了吧 毕竟有些信用卡回馈只有0.51%而已 均标是2% 2%就是像永丰大户现金回馈予信卡就2% 所以你用金融卡消费也拿2% 其实也没有比较差 所以我是觉得 大家虽然不喜欢用金融卡 就是账户扣款的方式 但是这个其实还是可以考虑使用的 2%的加码其实也不限定金融卡 其实八大公股银行的信用卡 也有2%的红利回馈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我们下面的连结 都有说明 这次绑定的话 你到底是要一个人绑 还是要家户绑定 如果你们全家人 都是要一起用台湾配的话 我会建议你直接用家户绑定最简单 像我就是9月22号早上9点 然后花了40分钟的时间 才抢到华南银行的台湾配的名额 我一抢到之后 马上就是回去五倍券的官网 然后使用家户绑定功能 然后把我们家的其他4个人都绑进去 这个家户绑定大家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你登入这个系统的时候 第一次要用你自己的健保卡 它确定你是主板人的身份之后 接下来你才可以用读卡机 去更换其他4个人的健保卡 那依序把它就是插进去 然后他读取完资料之后 就会绑定成功 如果你傻傻的拿第二个人的健保卡 去做绑定 那么你就会拿到一个资讯 就说这个人还没有做 所谓的个人绑定 所以没有办法进行家户绑定 那就错了 所以他的操作逻辑就是说 我自己是主绑人 我先绑好了 那么我先用我的健保卡登录之后 再把其他人绑进来 是这样子 不然我们一般的操作逻辑是说 我是主板人我绑好了 那我就用其他4个人的健保卡 来做登录就可以了 不对 因为他还是要先有一个组的进去 才能够把其他附属的放上去 所以这是我操作上遇到的 一个小小的操作流程上的 这个困惑 就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我这样最多可以拿多少 因为我在第一时间就有抢 所以华南就一个人800 我加5个人就4000了 8540嘛 那再来的话呢 因为加户绑定可以多500 所以我至少拿500 所以是4000加500就4500了 如果你是首次使用台湾配的朋友 你可以多拿100 所以就是4600 那政府的5000块你是5个人嘛 55就25 所以是25000 25000再加上4600就是29600 所以其实是蛮多的 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 有一个华南银行张卡片 叫做爱网购生活卡的东奥版本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影响 有影响的话可以回去听一下 我们那一集内容 那一集内容有讲到就是 因为李志凯 安马王子 他完美落地 完美落地不是负面的意思 就是说 因为华南赞助他们 所以他就特别发行一个卡片 来感谢 来回馈粉丝这样子 所以那张卡片是限量发行1万卡 如果你那时候有抢到的话 你可以用那张卡片来搭配台湾配 它的回馈很高 因为那张20%的回馈 有个指定通路叫做台湾配 所以呢 你每个月呢 可以拿20%的回馈 那张卡片就是 每个月额外加码500块钱 你这样回处一下 大概是每个月刷2500 可以再拿额外500 那你想想看 一个人的 5PATREM的额度是不是5000块钱 所以我可不可以在 10月份刷2500 那用那张卡片的信用卡 来做绑定的部分 我可以再拿到 刚上面讲到的这一些回馈之外 再额外多500块刷卡金 那么 11月也可以拿一次 12月也可以拿一次 那总计可以拿6次 10月到明年3月 所以这6次呢 我就可以多拿多少 多拿3000块钱 所以也是这一次 为什么大家这么积极的使用 华南卡来做绑定的原因 因为多28回馈 真的是蛮爽的 差蛮多的 所以我这一次也是这样做 那因为我的家人都没有 这个华南的正卡 所以他们当然就没有办法 就享有这个优惠 那当然是用我的 家户绑定 那这样子我来解任务 其实大家是赚最多的 所以这个是 很聪明的combo 技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接下来 要讲一个很 大家最困惑的重点 就是你到底要怎么去解任务 因为大家都不太会去使用台湾配 所以我这次罗列了五个解任务的方式 给你参考 那么你就可以听一听 然后来决定说 要不要用这个方式 第一个叫做百货量饭店的解法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婆婆妈妈一族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在全联 还是这种量饭店来去买菜 那买菜你买半年 不可能买不到25000吧 我都可以买到了 家人当然可以 你们家一家四口 五口 一个月买菜钱可能就五六千 对不对 那你绑五个人刚好就是到明年四月之前 尤其是还要跨一个过年 一定用得到啊 那怎么做呢 很简单 就是你抢到台湾配之后呢 你把它绑定 那么你可以使用信用卡扫码 在以下特点来进行解任务 第一个环球 Global Mode Global Mode的大部分的贵位 只要是出Global Mode的发票的 一定都可以使用台湾配 因为这是已经确认有的通路 那如果是某一些就是开自家发票的 可能就不能用台湾配 你就要结账之前询问清楚 所以所有的百货通路都是这样子 第二个 成品通路 成品通路包括成品生活 还有成品书店都有 所以呢 这个实体店面的部分 信用卡扫码是可以吃得到回馈的 搭配我刚刚讲的台湾配 然后华南的这个爱网购生活卡 是再多20%回馈 第三个 统一时代百货 这个也有 第四个 金站 这个台北车商后面的金站 跟高雄的汉神百货 跟一大世界其实都有 所以北中南都有 因为成品各处都有 所以这个是蛮好用的 刚刚讲的是信用卡扫码 那如果是金融卡扫码的部分呢 大家也可以就是参考 PC Home 24小时 它可以使用的是金融卡扫码 金融卡扫码在PC Home这边 也可以拿到卡片 基本上有的2%回馈 这个不错 那再来就是全联 加勒福跟台北101 还有小北百货 这些也都是可以用金融卡 扫码支付 结账的地方 所以有加勒福跟全联 还怕花不了钱 很简单 那再来第二个项目 叫做3C电子接法 我们都知道 其实iPhone上市了 然后大家很多人可能都是 想要趁机换新机 那5倍券可不可以用呢 其实可以的 因为在3C卖场去买这个产品 然后搭配5倍券 是很聪明的做法 比如说这一次的话呢 你可以使用信用卡扫码 在特立屋 全国电子跟灿坤 灿坤的部分就有 这个最新的Apple的商品 你可以买 那全国电子的话 就是你要换家电 换冷气机 换电冰箱 然后电风扇 其实你可以在这边解任务 那特立屋的部分 就是你自己有一些 想要更换家具的部分 你这边也可以来做这个挑选 是都可以的 而且是信用卡扫码 信用卡的回馈拿得到 第三个叫做小型超商店的解法 好比如说 这个小型的店家 那种巷口可不可以解任务 可以 推荐信用卡扫码 因为我都先讲信用卡扫码 因为毕竟信用卡可以吃到回馈 美联社 义美 85度C跟Jasson's Market 这些都是确认可以用信用卡扫码的 所以你们就可以参考 那金融卡扫码的话呢 就是四大超商 小七全家 赖尔富 OK 这四家其实你就是用金融卡扫码 是OK的 五十兰跟茶堂会 也可以使用台湾配 但是就是金融卡扫码 那第四个 美妆店 你可以找你平常有趣的这个店家 比如说日药本铺 信医药局跟保雅 它就可以使用信用卡扫码的部分 这一点你就可以 特别的去保雅扫货的时候 用台湾配 然后就可以吃到信用卡优惠 还不错 最后一个也是我自己很喜欢 叫做小吃摊解法 如果你平常有在做消费的小吃摊 其实你真的用QRcode 解任务也很简单 像拿玻璃 五十兰茶堂会 这是喝饮料的 都有 其中还有一个叫做蔬果印 蔬果印它当然不是连锁店 而是我自己很喜欢去吃的小吃店 平常下班没事 我就会经过在台大后门那边 它很特别 它是第一银行谈进去的 台湾配现在很多人在用 为什么 因为它手续费率低 然后现在台湾配能见度大增 我上次去问过才发现说 它的收取手续费 费率大概是其他业者的一半而已 所以对于店家来讲的话 他们会省下不少钱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就是 如果你是这种小而支付的店家消费的话 你也可以优先使用台湾配 这样子的话 他们会更乐意去使用 这倒是真的 重点是他可以用信用卡扫码 所以你看我如果使用贵买生活卡 绑上去的话 他现在有活动最高7% 所以我买100块我就省7块钱 不好吗 超好 所以这些解任务的项目 我总共列了1 2 3 4 5 有列5大类别 其实这些东西你刷一刷 你根本5000块1万块 一定马上就用掉了 对我来讲的话 我可能一个月就可以在蔬果印花5000块 对我来讲根本就没有很困难 然后每次我去买都是两三百块 这个小菜跟晚餐 然后还有隔天的中餐 就是一起这样子 我就觉得很不错 好 那介绍完了这一次的振兴5倍券之后 我也要来举办活动来回馈粉丝 我们这次有两个大活动 也都欢迎大家来参加 第一个就是我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康抽咖啡 我这次一样准备了100杯咖啡 全家35元的咖啡 如果你不想要你也可以领35块的积分 那这个在年底的话 你就是可以累积 然后来就是一比一来均分我们的奖金 这个也不错 不想拿咖啡的就可以来 就是领积分 35元咖啡或是积分 二则一 很简单 你只要分享我们的指定贴文 FDP贴文在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你可以看到 那么只要tag两位真实的亲友 不要再tag假账号了 也不要再tag就是老师都那几个人的 好不好我们就是好活动要分享给这么多人 知道要触及出去 不要都找假人来看好吗 假人不会让你因此拿到咖啡 OK 请tag真实的朋友 爸爸妈妈也可以 tag他们一起来看 然后邀请他们一起解台湾配的任务 那么你就可以再多拿一杯咖啡 我们有100杯 其实一定拿得到 说真的 大家都非常的害羞 都不参加活动 所以害我每次都发布完 我就觉得 好困扰 这样子成效不好也不行 请你们认真的来参加活动 好不好 然后把咖啡领走 那第二个活动很简单 回报截图抽礼券 这个很简单 就是你真的绑定台湾配 你也真的去刷5000了 你就是稍微把它截图整合一下 那么你来回报我们的系统 我们来送什么 送小七1000元商品券 送5张 真的是送5000块 那回报的人每多50个人 我们就再多抽一组1000块 这真的很多 你想想看 台湾配在9月22号上线的第一天 就已经有多少 33万人绑定绑走了 我相信我们的粉丝 这么多人 一定也有很多人参加活动 那我们活动呢 就是走到明年的4月30号 所以这个活动 因为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马上刷5000块 我觉得逼大家为了参加活动 而多刷那么多钱 我觉得也是良心不安 所以你们就 按照你们的生活步调 慢慢解任务就可以了 到4月30号为止 好 那你们来回报之后呢 我们在5月份 就把奖品抽出来 其实一定有的 你只要时常关注我们的平台 我们的Podcast节目 然后我们的粉丝页 其实都会有相关的消息 来做这个公告 那你中奖记得来领奖 不要就是傻傻的又不来拿 然后又被我收回了 好 拜托你们 中奖的就一定要来拿 你来拿 我一定给你 就大家就是看一下这个 我们下面的活动资讯 好 基本上没有那么的困难 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 就是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在5倍券官网 绑定台湾配 选定你自己想要消费的地方 像我的话就是在蔬果印消费 你如果喜欢去成品 那你就去成品消费 好 那你喜欢在PC用消费也可以 但注意哦 不要除止 因为振兴券的目的是希望 让商家能够有所收入 那你再把它拿去除止 就没有这个意思了 因为你除止你就不消费了嘛 那不如就发现金就好了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就是尽量不要除止 也不要就是走弯道 因为我是不知道 哪个地方就是除止 还算进去的 这基本上是不合格的 所以我也不会这样子 去建议你这么操作 你就是平常日常生活 有消费就把它拿来做支付 这是最简单的 我们没有要扩张消费 但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消费 也可以实实在在拿到回馈 这其实就是政府的美意 那这也是这些厂商撒钱 最重要的回馈 就是振兴台湾的经济 这个是很简单的 也希望这一集的内容 能够让你稍微理解一下 台湾配怎么使用 也不要觉得它是洪水猛兽 它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好用 但是从现在开始 你开始好好的去使用它 也许你也会跟我一样 爱上它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5,000$ 可梦 5,000$ 4,000$ 5,000$ 全部都� tätä